字幕作词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各位同學 在這個單元的最後一個part 我們將介紹 如何用manab或是octave 來實作fft 因為這些程式都已經幫你實作好fft 只是說我們這邊再介紹一下 如何用它的function 來得到我們所想要的fft 的結果 所以各位還記得我們一開始 在這個課程開始的時候 我們又彈了五顆粒粒 然後也用麥克風收錄了聲音 那我們那時候說明說 我們可以用這個聲音 我們用fft來計算出 到底它這個音頻 是不是我們要的音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來用到 這個fft的程式 所以各位同學 在學完這個單元 這個part之後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來實作 這樣調音器這樣的功能 在這個part 我們只是介紹了一個 如何用manab或是octave 這樣的程式來實作 其實程式非常簡單 假設我們這是fft的結果 這是我們dft的結果 我們看到它都是數位取樣 在屏幕上做數位取樣 這邊假設看你要取幾點 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要取幾點的dft 然後我們在這個課程一開始有介紹說 我們在橫軸上是頻率 那頻率在dft裡面 它是2πk除上n 那n就是所有dft的點數 那這個東西就得omega 那omega就得2πf 那f得是什麼 大寫的f除上fs 取樣頻率 這個之前我們都提過了 所以比較這個式子的最左邊跟最右邊 我們把2π消去 就可以得到k除上n 等於什麼 f除上fs 好 那再做進一步的化解 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的f等於k乘上fs 除以n 然後這邊再提醒各位一下 這邊大寫f 就是我們講的頻率 就是我們連續訊號它的頻率 然後k就是怎麼樣 我們的dft得它的index 那fs就是它取樣頻率 那n就是整個dft的點數 為什麼要講這些呢 因為各位同學往往在做完fft之後 不曉得如何去轉換成 它正確所每一個fft點所代表的頻率 所以透過這個式子就可以告訴各位說 當我k就是我fft的index 那fft的index 如果轉成實際的頻率呢 就是要乘上這個fs除上n 好 就是頻率的解析這個值 那fs就是根據我們這個取樣頻率 那n是你fft的點數 就可以來算 那我們來看我們 不管是matlab或是octave的程式 我們可以簡單這樣敘述 假設n你是要做128點 那當然這邊是2的power四方嘛 如果沒有到的話 你要補0 或是程式中它自動幫你補0 像matlab就自動幫你補0 fs是怎麼樣 等於100是我們取樣頻率 那這個freq resolution呢 就是這個變數就是我們剛才講 fs除上n 就是我們剛才公司推導的 就是它的頻率的解析度 就是看各位 就是我們剛才下面 最下面公司有寫一個 有沒有 f等於k乘上fs除以n 然後這個fs除以n 就是怎麼樣 我們的頻率解析度 所以我們如何直接用 把fft的k值換成頻率呢 就是乘上這個解析度 就可以知道 接下來我們來算一個訊號 假設訊號是y的話 我們這邊沒有寫出來 但是假設我們訊號是y 就可以算它fft 然後再來是一個fft shift 因為我們知道說fft它是對稱的嘛 所以基本上我們把它置中 把它挪到中間來看 所以基本上它的頻率怎麼樣 是從負的 負的2分之n到正的2分之n 這中間嘛 所以我們頻率就是這個範圍 最後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畫出來 那因為在頻率的地方 我們有乘上一個 這個frequency resolution這個變數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公式 直接把它換成實際上 橫軸就可以表示成真正的頻率 而不是只是一些index的k值 的點數的值 各位同學 在這個單元最後一個part 我們介紹了如何用manlab 或是octave來實作 來算fft 那因為像這樣的程式 fft都幫你運算好了 所以等於說各位同學只要知道說 如何利用這些toolbox 或這些function 來分析我們要的信號 那記住 最後講到說很多同學不曉得 怎麼樣把fft的k 變成實際的頻率 然後我們在剛才有做一個很簡單的解釋 如何把k值變成實際的頻率 只要乘上它的頻率的解析 這個值就可以了 好所以我相信各位同學可以跟我一樣 如果你聽到一個聲音之後 也許你可以用fft的程式 開始來做它的音頻分析 每個人都是變成數位訊號的一些專家 相信各位就會越來越有興趣 來了解這門課在談什麼內容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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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